大家好,繼續回到這一節的問答環節 坐在身邊的嘉賓繼續都有 要財政券市務總監國師志郭Sir 在這裡,郭Sir你好 你好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想問郭Sir的話 都可以立即打電話來 204-6566又或者是電郵給我們 ask at bschannel.com 繼續看恆子跌68點,報25250點 國企指數勝63點,做11377點 大肆成交達410多億 我們事不宜遲先接聽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接通了的有梁小姐 梁小姐你好 早安 早安 2014 和712 和712 2014日集淨水有沒有拿著貨 我想問問你,他最近一天都不動的 不知道做甚麼 那些成績表和甚麼好不好 我買了三元,買了一天都上三個一毫多 然後又回落 又不上,整天一字就上上下下下 都是他那些位置,我看得好不好的股 好啊,看看2014日集淨水,現價先做3.04元 暫時來說都沒有升跌 而家庭公眾就覺得最近的股價方面就比較反覆 但上落的位置又不是太多 那麼,看看接下來的前景好不好呢 看到他早前公佈了的一個中期業績 順利就是要下跌 按年下跌百分之九 去到6707萬人民幣 務利方面都上升了三成 而營業額亦都上升了三成 會不會之前那個叫做利好的因素 少少的利好的因素都已經是消化了 現在繼續要下行 那個招股價是2.7元 相對現在來說都是微利而已 業績那邊淨水的相關市場 其實發展空間是大的 首先來說,因為水的資源是很寶貴的 但是你相對現在這一分鐘 五十多億的市值來說 去上半年的盈利 或者下半年的盈利相約的話 其實伸直下去的股值就不算特別便宜 這個很老實說 近期的股價表現 我覺得稍微有少少大元 雖然成交很小 估額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大 但是由3.7元拉到現在這一分鐘 3.05元 這是一個下降三角形態 現在很關鍵的就是3元的支持 一旦有失下國防守性據點 真的有機會退守到2.7元至2.8元 如果3.05元買的都是近期買 輸人就不是那麼大 問題是你有沒有一個信心 是持有下去的 我自己覺得論股值來說 是一般的 沒有太大的吸引 況且股份暫時來說 也未必是市場的焦點 不過幸運的是 雖然股價持續反復 但股額不是大得那麼厲害 所以可能會漸漸在2.8元至3元之間 形成另一個整固上落的區域 大港走勢就真的偏弱 如果你是持貨少的當然無相關 如果持貨多的跌穿3元的話 我認為只蝕就算數了 因為純炒輸人1毫子或幾千 是很限的 但如果你說 看好業務的前景 你想作中線的部署的話 短期1毫幾千的反復就不用理會了 很多時股份是要稍微捱一捱 然後才能夠賺到到錢 好像上一層一樣 你由3.1跌到2.75元 你捱得過的話 它就升上3.7元 如果捱不過就在那裡虧了 之後升多少都不關自己的事 所以最終都要看自己的防守能力 和能力是怎樣 我自己覺得基本因素就是一般 另外也問家庭公眾 就是7.12卡姆丹克太陽能 有沒有拿著貨 7.12卡姆丹克太陽能 有拿著貨嗎 7.12卡姆丹克太陽能 有拿著貨 看上浪多少指示 多少我想問一下 很好 好 看回7.12卡姆丹克 見到現價做1.4日 今天來講升超過4% 家庭觀眾在1.36這些位置 拿著貨 現在暫時都有利潤在手 公佈了業績之後 由規轉型 看見那個勢頭好像挺好 接下來會否有些支持力 規轉型賺了2.99萬 當然是好過蝕 這個肯定 希望佔入街景 近期股價一直都是整顧 高位是1.56 或者說這也是你暫時的上網目標 一個月的高位1.56 技術上來說 1.32的防守性 我覺得也不差 因為近期雖然有少許反覆 但去到1.32 都沒有怎樣追估的壓力 直到現在這分鐘 比較難測 股價是有少許反覆 但沒有正式跌穿 50篇平均移動線 情況不是太好 但未至於去到太差 短期要問目標 暫時可以放在1.52到1.55 這也是近期的高位 過得到我們才再算 需要不需要做風險管理 自己就考慮 定止賺位 這分鐘就放1.42 如果說1.42只有幾分前 不用理會了 股價有時升到幾個先 我們隨時都有 不如就拿下一點 任何止涉位都在50篇線 以今日來說 大概1.33、1.34 不跌穿沒問題 跌穿了 老實說 我覺得情況比較麻煩 跌穿 可能會有深一點的調整 大家要留意 謝謝郭Sir 希望可以幫到家庭觀眾 我們轉看電郵方面的情況 有位署名是MCC的家庭觀眾 想問1.23月秀地產 上網空間有多少 有沒有支持 見到他就在1.87 這些位置買入 現價來說 月秀地產 今天都跌超過4% 做1.6% 其實看回今次 他的消息是18.33元 當時供股價是1.25元 之前的收市價 折讓了2.5元 集資是38億元 所得的款項剩額 就說在財務上 提供更大的靈活性 及應付未來的擴展需要 包括土地儲備的擴充等等 其實都想問郭Sir 公不公得過呢 公得過 首先來講公得過 因為 這麼多內房當中 最好的我仍然都維持 是688和109兩隻央企 但1.23也是廣東省政府的企業 即是省企 其實月秀本身有很好的土地儲備 我就覺得 如果你說公元股之後 集合更加多資金 方便日後發展 只會為股東帶來更好的效益 1.8元買相對1.6元 暫時很無奈 就先等一等 事實上來說 我覺得在公股前 也不太容易見家鄉 即是截止之前 不太容易見家鄉才對 100公33 如果你不公的話 自己的股權將會被貪薄 1.25元公股價 我覺得仍然低了一點 不要緊 如果資金是許可 用得到的話 1萬股公3300股 其實來說也不為過 如果你不公的話 股權就會被貪薄 我認為可以公 亦都是對他的前景 我是保持看好不變的 很多時候 公股的公股集資 大部份都是看得比較負面的 但最重要是 公元股的錢用來做甚麼 它用來發展 就是幫你賺錢 我覺得沒問題 好 我們轉聽電話方面 有否見到電話方面接通了 有黃先生在這裡 黃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想問853 未有課的 撈不撈得過呢 如果再跌低一點 謝謝 謝謝 我們看看853 就是微創醫療 做4.14元 例如說 跌了8%下來 我們看看 股東減持 涉資2.59億元 令股價要下跌下來 暫時來說 是否一個很低的位置 可否撈底 前景又怎樣看 其實先看走勢線 這一兩天股價的表現 的確令人擔心 因為已經跌穿了一年來的低位 我就不覺得有任何撈底的價值在 股份一直向上撒 好像中移動一樣 追下去 不對板的 我定低止蝕位 那就無所謂 因為勢頭仍然咬著上 港交所何嘗 不是 但是一隻股份 在淡靜 其實沒有甚麼成交 跌下多些 今天更加不用說 4.5元 從一聲就落到4.1元 連低位都跌穿了 我覺得 沒必要撈底 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 第一 當然是你上網4.4元 4.5元 不緊要 問題就是 萬一不對板的甚麼 指示先 最重要是股份 千萬不要突然停牌 不停牌 我輸多少我算得到數 一停牌 連算數也算不到 其實有很多股份 一停牌之後 如果小股東拿著股份 真的等著來 摘米摘柴的話 那就閉價貨了 你不服牌 你怎能猜得到 怎能猜不到就套不了眼 走勢之下 差是一件事 技術上來說 屬於一個逐沉底的形態 我不建議你加住賣 或者趁低級去買 要買的 4.0元 我寧願買39800 買內銀股 最低限度 上落 雖然暫時不穩定 雖然暫時不知何時行 但最低限度 你每天都看到它的價格在交易 不需要擔心 股價會跌到多少 會不會停牌 不需要擔心 始終內銀的可靠性是高很多 853元 美廠醫療 不要趁低級 反而可以轉看 比較穩陣 可能3988 中行方面 都可能比較好 謝謝郭Sir為我們分析 股份方面的情況 和你做申報 剛才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拿著哪一隻 沒有 好 我們休息一會 轉頭回來 有五間總結的時間 來講一講